那hdfs装起来之后 我们的重点就来了 重点其实就是去使用这个 使用这个hdfs 是吧 使用hdfs 那这是第一个重点 使用hdfs 那无非就是往里面怎么去放文件吧 怎么去取文件吧 是吧 那你要放文件或者取文件 一定要通过一个 客户端吧 要通过一个客户端 那这个客户端呢 是不是有一个网页的客户端可以看 啊 这哪里来着 utility 浏览文件系统 一个目录 下面有东西吗 目前没有任何东西吧 但是我这个网页有可以说上传文件吗 好像没有提供这个功能 我不知道有没有提供啊 这个是个什么 创建个目录是吧 创建个试试看在网页里面行吗 一定在跟下的创 是吧 那我创一个 AA 行吗 他还不行啊 权限不行 因为我这个 网页系统的话 它的优者是一个什么dr.ho 是吧 而那个根根根结点 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用户去访问 root 那这个搞不定啊 当然可以配啊 这个我们先不讲这个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在这个集群上的任何一个机器上去启动一个 启动一个客户端 这是可以的吧 那我这个客户端要起在一上 还是起在二上 还是起在三上 还是起在四上 有有约数吗 你觉得 没有 你在任何地方都行啊 因为对于客户端来说 那个hdfs是一个整体 好吧 只要你运行这个客户端命令的机器 能够跟这个集群连通就行了 所以我在这个里面是可以的 我要是再起一个 新的linux机器 只要他们在统一个网段 是不是也能连 那也能访问啊 哪里都能访问 好吧 无所谓的 好 那我就在这个试上面试一下吧 试上面试一下 我 但我这个试上面是不是可以考一个这样的文件到hdfs里面去 这个文件现在是我这个机器的本地磁盘的东西吧 我把它放到hdfs里面去 应该是可以的是不是 那怎么放呢 但这个文件好像太小了 没意思啊 我放个大一点 好吧 那我这个机器上好像没有大的吧 我丢一个 我丢一个GDK上去 好吧 丢一个GDK上去啊 我这个丢只是说丢在那个linux机器上是吧 咋又不行了 又是那个UTF8的问题 来再来丢一次 OK 是吧 OK 是吧 好 现在这个文件只是在这个机器上而已啊 它并没有 并没有在 hdfs里面吧 那我现在把它放进去 就可以通过hdfs的客户团 客户团其实就是个命令 那个命令 在哪呢 肯定在他安装目录里面吧 海杜普 病是吧 哪个命令呢 hdfs 或者海杜普也可以啊 他这两个脚其实是两个脚本啊 这个脚本会去启动一个 启动一个加瓦客户团知道吧 加瓦客户团在他的安装包的架包里面 他就用起一个加瓦客户团 这个只是个脚本 那我们就用这个脚本吧 比如说用这个海杜普也可以啊 那就海杜普 应该是个点杠吧 海杜普 后面带一个参数 fs 表示我要访问hdfs 就是这个脚本就会启动一个hdfs客户团给我 然后这个客户团要接收参数 就是你要干嘛 我要查看目录 比如说我要查看hdfs里面的目录 应该就是-ls 查看哪个目录 现在只有一个目录哪个目录 根目录 我问你我这里查看的根目录和这个机器上的那个根目录有半毛钱关系吗 没有啊 是hdfs里面的根目录 你看启动是不是半天 有东西吗 没有 好 那我放一个东西进去 我放哪个 放刚才那个root目录里面的gdk这个压缩包行吗 那就是 点杠 而且每次都要写个点杠是不是也挺烦的 那我把那个配置文件 复制一份的其他所有机器吧 etc下的pro filehdp-02下的etc下是吧 反正免密也配了密码都不用敲 走 还有一个 是 然后你到这边sauce下是个好了 sauce etc下的 现在你就可以回到主目录去敲了 我就想把这个文件搞进去啊 hadoop 不要带点杠了吧 也不用带目录了是吧 fs 然后呢 杠 put就是放文件进去 put 然后put哪个文件呢是你的客户端 程序所在的机器的目录好吧 放 当前是不是当前目录 里面的gdk k 到哪去到hdfs的目录 hdfs目前只有 一个根目录那就写个根好吗 看懂了吗 走 他就开始往里面烤了 你要注意我这个文件有一百 80多兆 但是其实你放到hdfs里面去之后 hdfs会给这个文件保留几个副本呢 默认是 三个副本 好吧 所以在整个hdfs里面其实他要占掉多少空间 三乘以180多兆吧 好吧 好 ok 放上去了啊 然后你到这个 地方看一看是不是应该能看见 go 有没有 这边有个gdk了 那我我可不可以从这里网页这个上面下载到我的windows上面去 这完全可以的啊 还不下载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这里一个replication是什么意思 副本数呢 几个 block size是什么意思 快大小 就这个文件其实是被切开了的放的是吧 切开了之后一块块的放在那些data node里面去了 那多大一块呢 他是按照128这个规格来切的 那这个文件会切成几块呢 这么大会切成几块 两块 每一块都有 三个副本吧 这三个副本在哪呢 其实你不用管的客户当然是不是不用管 但是如果说你懂 你懂hdfs 你是能去他内部 瞅一瞅吧 我们到了内部就瞅一瞅 他这个文件肯定是放在 这四个data node的某一些data node上了吧 那个data node拿到这个文件快之后会放在哪呀 放在他的那个数据目录里面了是吧 那像这台机器的数据目录在哪呀 是不是hdpdata里面 cdhdp hdpdata里面有一个什么 data cddata 好深的吧还记得吗 curent cd bp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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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块里面是自己追加了点什么东西 那这个数据是不是被损坏的 那它是不是得检查的出来才行 它就靠这个校验盒算出来的 当时原始的校验盒是这个样子 你如果把这个文件的内容改了 他再算那个校验盒 那跟他之前的校验盒就对不上了 他就认为这块已经损坏了吧 他能检查的 这个才是那个文件块 这个只是那个校验盒 好吧 那这个文件块有多大 134217728个字节 那是多大 正好128兆 一个一个比特都不会差的 134217728 这是byte吧 除1 124是不是就可以 是k吧 再除1 我是不是写错了 我写了13 13什么了 7128什么少写来看 再来一个134217728是吧 除以 124是k 再除以1024是不是就照了 所以128兆 整数吧 OK 第一块是128 那第二块是多少 因为只有50多兆了 对不对 因为只有50多兆了 那第二块在哪呢 而且这个第一块应该还有两个副本 但这个对他露得上是不是只管了这个block的一个副本啊 还有另外两个副本不知道在哪里 还有另外一个块也不知道在哪里吧 你只能自己去一个个找啊 因为你是手动进去的嘛 按理说你是不需要这么搞的 你通过客户端是不是直接把那个文件拉下来就行了 我们现在是深入人家内部去去看啊 偷窥啊 那我们到这个2上面偷窥一下啊 这个里面是不是正好在那个data里面 current吧 cdbpcdcurrent 然后什么subdial是吧 finalized的subdial subdial多敲两次我都记得了 是不是在这个里面 这里有一个 是不是2626有多大 是不是50多兆 40多兆或者是吧 45兆吧 约等于45兆是吧 好就那么大 那这两个块的大小 比如说这个数字加上刚才那个块 134217728 一定等于你文件原来的大小 你文件原来是不是在你本地的 一定等于啊 好 这个两个机器各自存的第一块和第二块的一个副本 那还有 还有两个副本呢 每一块是不是都有两个副本 那他一定在哪 三合市场 而且这个山上肯定有两个副本 市场是不是肯定也有某一块的两个副本 好来看一下啊 我不想一层一层进去了直接 这么深是吧 这也很长才能插到底啊 好 看一下 2526 各有一个副本 这台机械肯定是的 一次就插到底啊 2526 没有问题吧 看到吗 当然这是他内部啊 你不应该去这么搞 这么搞是不是容易把人家的数据搞坏啊 好吧 当然我们还可以干脆做得更彻底一点 我如果手动把这一块和这一块拼在一起 你觉得是不是就是原来那个文件 是不是你猜 就是 这就是原来那个文件 原来那个文件嘛 从零偏一量一直到180多兆的偏一量是吧 他说把前面零到128兆的偏一量截断了 生成一个文件了 后面一段是不是又是个文件 你把这两个拼在一起 是不是就是一个完整的文件 当然你现在是不是在这里搞破坏 对吧 搞一下也无妨 我不损坏他原来这两个就行了嘛 我生成一个新的 把他们来追加在一起 行不行 追加两个文件变成一个文件 用Linux命令一下就搞定了 怎么搞 Cat不就行了吗 Cat是不是就输出一个文件的内容啊 我来一个那你要先拼哪一块 拼前面这一块吧 拼反了那个文件还对吗 那肯定不对了是吧 先拼这一块 看得到一个 Jdk.tgz 行吗 再看 Block 2 6 到Jdk.tgz 走 你来看一下这个 Jdk.tgz的大小 181238643 你原来 原来那个原始文件 是不是在你的目录里面的 是不是这么大 一模一样的吧 那我这个文件能不能解压 妥妥能解压吗 妥妥能解压 他杠 没办法Jdk 走 这很ok的 说明这个文件 是不是人家就是把这个 你原来的文件 结成了两段 分别存起来了 看懂了吗 hdfs是不是也不神秘啊 好吧 就是这样的 他把你的文件截断了 然后放在那些对的 node的那些服务器上面 存起来了 是不是这个样子 好 ok 是不是真的解压出一个Jdk目录虫了 当然你别在人家这个后还原里面搞这些事啊 好吧 三好吧 不好 不文明 上了哈 但是他原来那两个副本文件是不是都还在 而且我没动他的 我没动他的 那他应该就是好的 好 刚才只是为了让大家去观察一下他的那个工作机制啊 其实你要真正的说 我要从hdfs里面就取一个文件 你用得着去那个data node里面去看吗 用不着 你只要怎么搞就可以了 用客户端去取是不是好了 好吧 那我假如哈 我把这个机器上这个Jdk又删了行不行 我不删 我到这边去取行不行 我这台机器上有那个Jdk的安装包吗 没有 那我可以从hdfs里面取到我这个机器的本地行不行 肯定行嘛 sauce一下 因为我那个配置文件是不是还没sauce过 好 然后你看我没有的 我当前这个目录没有的 还doopfs 刚才放文件进去是put 那我要取文件 你觉得是什么 对get 学通了 同志们 学通了 但是你get 是不是get那个路径才行 跟目录下叫什么来当那个文件 我也不知道在这里复制下呗 是不是这个目录 盖上这个文件吧 到哪去 到我的本地持盘的当前目录下去吗 走 看一下有没有 所有了 那我问你这个命令 他是从 他是怎么把我这个文件给搞过来的 明明这个所谓的这个路径其实是一个假的 是个假的吧 这个文件也不是个整体是不是 早就已经被 五马分尸过了 那他怎么拿过来的 他肯定会去先找 name note看一下这个文件有几块 每一块在哪些机器上能找是吧 接着他是不是就挑着某一台机器就要第一块 就拿过来 是不是在本地生成这个文件 就往这个文件里面追加 追加完了之后再找一台机器要 第二块 然后继续往这个文件上追加 当两块都追加完了 OK本地这个文件是不是就生成好了 是不是这个样子 那HDFS里面原来这个文件 还有吗 GET完了之后还有没有 肯定有吗 GET吗 只是拷贝下的吗 是不是还在 看到了吗 就那么回事 HDFS 好 这是一个我们说的 mini行客户端的操作里面 顺带着给大家看了一下 HDFS的文件的存储的那个 物理结构是不是 让你看到一下